这边我先跟各位讲一下就是说部落格的编辑顺序 我比较建议各位 你先把该要的 你看像比如说这张图我先把它移除掉 我建议各位在做部落格的同时 先把该要的文字都打完 所有整篇的文字都打完 然后之后比如说我想要在这边插一张图 我就这边你看至少我滑鼠看得到我现在滑鼠停在这里 游标在这里 我这时候在这里插一张图 OK进来 然后假设我要在这里插一张图 我就把游标点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再插入一张图 再进来 那有些人呢 会想说我以前的东西都打在word的里头 我给各位我这边我先把我先把图移除一下 我先给各位看我现在先暂时不用word 我刚才都是在这里打的 我都是在部落格里面打的 打完之后你看这边上面有一个左边有一个撰写 右边有一个HTML 严格来讲你做的这个部落格就是在做网页 网页它真正的语法是这一个东西 HTML 各位看到有没有 感觉怎么这个字乱七八糟这么多东西 其实各位仔细看 我们仔细来分析一下 看可以再放大一点 这样各位看得到吗 好 各位有没有看到 来这边有一个小鱼 然后后面就一大堆很多很多的英文字 我们先暂时不管 一直到这边有一个大鱼 我们这是一个段落 然后我们先看前面这个字叫SPAN 好 现在两个中文字之后 你会看到是不是有一个小鱼 一直到大鱼 可是呢 它这边是有一个斜线 SPAN 它跟它是做一个对应 这个叫做标签的头 这个叫做标签的尾 标签的头跟标签的尾 中间所包含的字 就有特别的效果出来 OK 来 我再仔细的从头解释一次 网页它背后的语法叫这个东西 这个HTML 它真正是哪些英文的缩写呢 它叫做hypertext 然后呢 mark up language 什么意思呢 来我这边稍微晃 对不起我现在都有背景黄的 先暂时没关系 这个hyper中文直翻叫做超 超级的超 文字 然后后面呢 mark up的意思叫做标签 那language就是语言 这什么意思呢 这边我顺便跟各位 我把这取消掉 不要有颜色 好 跟各位解释一下 以前我们比如说 我们都知道 我们能够表达出来的东西 有一种叫做text 这就叫做文字 对不对 那另外一种叫做 audio audio是什么 声音 对 声音 然后另外呢 image 是什么 图片 然后呢 video 是影片 OK 这个 如果这四种都能够呈现的 我们有一个给他一个名词 叫做多媒体 多媒体叫做 Marty Media Marty 其实通常我们会加一条斜线 加一条斜线 Marty就代表多 Media 那叫多媒体 但是现在因为那个网页出现了之后 网记网路 网页东西出现了之后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们在Google里面 我搜寻一个 比如说呢 就搜寻一个叫做 刚才好 假设什么 直播电视 好 我随便就写一个这样子 打个直播电视出来之后 他会找到很多东西之后 我可能可以根据一个 点了之后 他就跳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他不仅可以 这个现在那个网页东西 他不仅可以搭载文字 你看这个就是呈现的 这个就是文字 他也可以放 Image 然后呢 就像那个YouTube影片 他可以放影音 那当然呢 如果今天是那个什么 有一些那个网路的电台 网路电台你也可以搜寻 这个地方也可以搜寻 网路电台 OK 比如说这个 Hi Channel 广播 你今天可以去点了 然后就可以在线上 直接听音乐 没有影像 他就只有音乐 比如说我随便点一个 他在播了没有 他现在在转 然后可能等一下就播出音乐来 这个可能来 我随便抓一个 中广流行网好了 他怎么这边都不行 我换一个好了 爱约电台好了 他现在来同步网路广播 他说进入HiNet 好像 算了 我打一个至少有听过98.1 比如说线上 这里有线上收听 然后呢 他要跳到新网址 有点麻烦 现在没关系 临时找不出来 但是我跟各位讲 99.7 好 那我试试看 好 那我试试看 99.7 好 来 我们现在 这里有个ListenOnline 来看看 他该不会还要我登 来 什么是音乐 来看看 现在这样子 TryNow不是 这是另外一个软件 好 我先不管 等一下 各位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找找看 应该有几个地方是 真的是可以直接听的 不过现在临时找不到 好 没关系 就是呢 因为这个东西 现在浏览器 既可以放文字 可以放声音 可以放图片 可以放影片 它已经具有多媒体的功能了 可是又具有 像刚才我们因为找到东西之后 我们可以点一下文字 就跳到另外一个网页 具有跳跃的功能 所以比以前讲的多媒体 还多了按了文字可以跳跃的功能 所以呢 只好现在我们称它 多媒体不够用了 我们就叫它叫做 Hypermedia 叫做超媒体 已经找不到文字可以用 所以叫超媒体 好 这是真的网路的语言 这叫超媒体 好 就是浏览器这一类东西 看网页称为超媒体 那今天因为网页内部 来 各位再给各位看哦 今天各位看到这个 比如说这个爱乐电台的这个网页 你看它这样子 哦 很美丽 可是它真正内部描述的语法在哪里 给各位看一下 我在网页当中按右键 这边有一个叫做 检视网页原始码 点开来 哇 怎么也是一大堆奇奇怪怪的字 有没有 好 那奇奇怪怪的字 但是你仔细看 我拉某个地方 我拉某个地方 这些奇奇怪的字有一些特征 请各位看这个地方 你看到这边有一个TR 前面有一个小刮虎大刮虎 包住 那这个TR 那这个TR 它也是有一个小鱼大鱼刮住 但是前面多一个斜线 有没有 这就代表我有一个TR的标签 一个头标 一个TR的头标签 一个TR的结尾标签 这两个包含的中间的东西 它就会有特殊的呈现方式 这样理解意思吧 OK 没关系 这样听起来还有一点难 我们再慢慢来 比如说我这边打 我先 我在撰写这里打个文字 我写一个 欢 欢迎光 而且我先弄 我自己弄它传统的黑色 预设是黑色 然后呢 字的大小 我先都是设一般 就正常的一般 应该照理说打出来是这样子的 打完欢迎光临之后 我切到HTML 我开一个新的好了 因为这样子各位不容易 我先把它关闭 我重新开一个新文章给各位看 我按新文章之后 我这边打一个字 欢迎光临 我现在只有打文字 打文字我切到HTML 它也只有欢迎光临字样而已 对不对 好 再来看 我再切回撰写 我把欢迎光临反白之后 把T下拉设成大 好 我有设一个特别的属性进去了 我再切到HTML 请看一下 它不是只有文字了 前后 有没有看到 放大一点 前后它用一个所谓的span这个标签 有头 有尾 包起来 那欢迎光临 它就有特别的呈现方式 然后呢 你能看到这边有写一个 style等于 然后写个 phone size large 也就是说字体的大小是要大 所以欢迎光临 被这个span包起来的话 它就要大字 就这样子 好 我再来写哦 撰写这边 我现在 如果把这个银这个字 我要设成红色 我只有对银这个字 设成红色 我再切到HTML 各位再看看 哦 好多 有没有 多了好多字 但是我直接这样子 本来这一块 应该是只有银这个字而已 那因为我把银设了红色之后 你看银的前后 是不是又被这个span 头尾包起来 然后里面有一个style color等于red color冒号red 也就是我这个字要设为红色 OK 所以我现在简单的讲 你的字因为前后被这种 标签 包住了 它就有特殊意义 所以刚才我讲说 这就是HTML特性 HTML 我刚才说HTML 它叫做 Hyper Test 超文字 然后Markup 这个Markup这个标签 指的就是刚才 这个前后有包起来的 这种东西 标签 然后 它是一种电脑语言 网页语言 所以叫language OK 所以呢 我要先看 再给各位看一下 我再重新开一个 我重复做几次动作 给各位看 但是因为我刚才开它这边都会出现了好几篇 一篇一篇的东西 我再重新新文章 我再重新打一个给各位看一下 现在如果我这边打欢迎光临 对不对 我切到HTML 一样它是很干净的 只有这样子 因为我没有设计它属性 所以它只有切到HTML 只有欢迎光临 四个字 但是 来 我开Word给各位看 我先把这个四个字先拿掉 等一下 我把这个四个字拿掉 四个字拿掉 你切到HTML 是空空如也 对不对 好 我现在如果这个字 我如果以后各位的部落格 是在Word里面 打好的字 可是你把这个字 反白 复制 再去贴到部落格 你看看 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切到HTML 它就多了一大堆奇奇怪怪的东西了 它会多了很多很奇怪的东西进来 当然也是HTML语法 但是它多了 你看 这边还多了新细名题 然后这个是 它是如果没有新细名题 它的替代文字是用这个语法 然后呢 字的大小是13.5pt PT它是一个点 这个讲来复杂 但是我就说 所以我请各位 如果你真的 以后在Word打的文字 请千万复制之后 不要直接贴在部落格 我建议各位经过一个手续 你把Word这个东西 复制之后 先贴到 记事本 先贴到记事本 再把记事本 这里的文字 按Ctrl A全选 Ctrl A全选 Ctrl C复制 再贴到 这个部落格里面的撰写里面 我再去写 Ctrl V贴上 这时候再切到HTML 它就是干净的 可以吗 不要以后在Word里面打的文字 直接复制 Ctrl C复制 直接到这个部落格 Ctrl V贴上 这样子 你切到HTML里面 会多了很多奇奇怪怪的 HTML HTML的码 所以呢 我说再讲一次 如果你今天你的文章 已经先打在Word里面了 你可以先把Word里面的文字全选 全选怎么全选 Ctrl A全选 Ctrl C复制 然后之后再到记事本 里面 Ctrl V贴上 贴上以后 再重新再记事本 再重新 Ctrl A全选 Ctrl C复制 再到部落格的撰写里面 Ctrl V贴上 这时候你切到HTML 刚才我可能没有复制好 所以它这个复制过来 可能还会有 反正就是 请各位在记事本里面 因为记事本的特性 它会把你所有设的那些属性 设颜色啦 设字型大小都会帮你去除掉 OK 然后你复制下来 贴到部落格里面 就会比较干净 可以吗 就简单的是这样子 我先停一下 好